踏入娱乐圈十年之久的赵丽颖可以说的像是圈子里面真正的劳模 特国黄飞除乔转这部剧拍摄到近日才终于杀青 尹宝宝将近半年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一部剧里 这对于一个目前红透半边天的女演员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且奢侈的事情 但是她就这样几乎一坚持般的熬过来了 11月3号央视总编室主办的新媒体互动平台 CCTV看点官方微博直接点名赵丽颖是一位敬业的演员 获得了众多媒体网友的已知认可 成功绝非偶然这句话在尹宝宝的身上体型的淋漓尽致 赵丽颖聪明不见尽壤的小角色到如今家喻户晓的当红花蛋 追风光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相信很多人都是有目共睹 这个千秀娃娃脸长相个子不高的女生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相当残酷激烈的行业里 凭借自己心情的付出与努力终于得以脱颖而出 今日赵丽颖出席活动与小白娘子合影 赵丽颖身穿黑色古装戏服 小白娘子则身穿蓝色连衣裙 赵丽颖脸蛋依旧小巧 既然蛋白组不输针 赵丽颖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大家的喜爱 同时也有着一张可爱的脸蛋 因此迷倒了不少帅